電腦來跑,最好用i7來跑的話,感覺會比較快一些些 甚至你在執行,因為太多的小檔 如果你要讓電腦跑更快一點的話,建議是用SSD 應該知道什麼叫SSD吧,就固態硬碟,跑起來會快很多 跑起來真的快很多 你看,弄起來之後的話,該正確的都正確了,本來不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 完全就不會有問題,直接我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那第一種方式是切換工作區 第二種方式的話,假如說我不是用工作區的方法的話 我另外再建一個,比如說我另外再建一個 我第一點好像也有一個,Android,這邊再加一個今天日期 底線101,今天是18 比如說我又重新建立了一個新的工作區 那裡面沒有東西,這是第二種方法 我今天要把我今天撰寫的程式放到裡面來 除了用工作區切換之外的話 我還可以用第二種方式,就是賄賂會出的方法 那賄賂的方法的話呢,各位可以看 目前沒有專案對不對 假如我要從別的地方做賄賂,我可以用什麼 檔案裡面賄賂 那賄賂裡面你可以從一般事項裡面呢 賄賂喜好,現有的專案之工作區這個 然後呢,接下來你就可以去找一下 比如說呢,我的專案是在低碟底下的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對不對,你就要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他會找到這個資料夾裡面所有的專案 接下來的話呢,你看要不要全選啊 如果沒有全選,你就取消全選 然後把你要賄賂的,比如說你想賄賂的只有這個 我們剛剛做的這兩個 還有SPIN呢好了,OK 那建議是這個地方,要打勾 就是將專案匯入到工作區的地方,請你要把它打勾 不然的話呢,就變連結了,匯入進來的只有什麼呢?只有一個連結 到時候你這邊改了,你原來的路徑的東西也會被更改 兩邊會同步改,或者是你原來的地方那個專案不見的話 那你這個地方也不用做,因為這是連結而已 建議我的習慣是這樣的,打勾 不過你要做一些版本的這個管理 其實在Eclipse其實不太容易 按完成之後的話呢,這樣子呢,他就幫我把我的外部的這個專案匯入進來 但是你會發現,他有個缺點,匯入的時候其實要跑比較久 為什麼呢?因為他會重新再Check你的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你的Android SDK的版本 如果你Android SDK的版本兩邊不一樣的話 或者即便是一樣的話,有的時候也會發生錯誤 那怎麼辦?我的習慣是這樣 按右鍵,先改內容,改什麼呢?改Android的版本 確定一下有沒有問題,2.33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再確定一下什麼呢?Java的SDK版本 各位可以看到嗎?Java的SDK版本 他預設的話呢,你看我們這邊電腦說1.7 特別是1.7會有問題,所以怎麼辦呢?要把它改一下 Java的編譯器,就是Java SDK,把它改成1.6 OK,按一個套用 A-1 1 2